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贵州农村有位老大爷今年69岁了 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早已远嫁了 唯一的儿子在县城国营企业里上班 也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且还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 剩下大爷和老伴在农村相依为命 好在他们感情很好 从不愁嘴 大爷每天下午吃完饭后 都会牵着老伴的手出去溜达溜达 回到家后 把音乐放起来 拉着老伴就开始跳舞 这简直是让同龄人们羡慕嫉妒恨 可不幸的是 七年前 大爷的老伴得了一场不治之症 离开了人世 大爷很是伤心和绝望 可现实又不能改变什么 因此从那以后 大爷每天都会跑到老伴的墓前去 陪他说说话聊聊天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了 儿子得知情况后 很是心疼父亲的良苦用心 于是把父亲接到了城里一起住 这样方便照顾 儿子也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 父亲刚到城里时 儿子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打算一家人好好陪陪父亲 让父亲在有生之年 多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可还没晚上两天 父亲就吵着要回农村老家 他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还半开玩笑地对儿子说 你要是孝敬我的话 给我找个老伴得了 儿子也顺势地说 爸当然可以了 你要求什么条件的 父亲毫不客气地说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能要求什么呢 只要满足这四个条件就可以了 第一个 年龄要在四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的 第二个 要教小漂亮又懂事的 第三个 要会唱歌会跳舞的 第四个 要会做饭的 满足这四个条件就可以了 别的不要求 儿子听了之后有些犯难了 要求这么多条件 上哪去找呢 这不是成心的为难人吗 看来希望很渺茫 不过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于是儿子就到处 托人打听这方面的消息 也在网络上发布过征婚广告 一个月过去了 没有半点可靠的消息 老父亲很失落 整天愁眉苦脸 平常爱说话的他 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而且坐在哪里都是发呆 儿子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很是无奈 该怎么办 正当儿子也为此事发愁时 突然有一天 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了 儿子小心翼翼地接通后 电话那头说 我在网上看到你们发了一则征婚广告 我觉得你们要求的条件 我都能满足 要不找个时间找个地方 咱们见个面吧 儿子把此事转告父亲后 父亲高兴得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儿子就给他们定了个时间 选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第二天还去给父亲买了一套西装 这天终于到了 儿子给父亲收拾打扮了一番 还去花店为父亲买了一束花 准备见面时把花送给对方 儿子带上父亲 提前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然后就先离开了 给他们足够的私人空间 让他们双方自己谈 大爷很激动地在那里等待着 不一会儿 一辆红色的法拉里 停在了大爷等候的附近 一位穿着很时髦的阿姨 笑咪咪地从驾驶位开门出来了 目测有五十岁左右的样子 长得很漂亮 正如大爷所要求的那样 大爷很激动 很绅士地走上前去迎接 并把那束花送给了阿姨 阿姨很客气 很礼貌地接受了大爷的见面礼 这让大爷更有信心往下谈了 两人坐下来后 双方都简单地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紧接着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地 聊得很是开心 恨不得相见恨晚 看来大爷的帅气和绅士 也被这位漂亮的阿姨给吸引住了 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 见阿姨起身 也不知道对大爷说了什么 两人很开心地 一同来到了阿姨的法拉利旁 阿姨招呼大爷坐副驾后 开车就离去了 原来这位阿姨是一位很有生活品位的人 他把大爷带到了一位很标致的茶吧 服务员给他们安排了位置 并招呼他们坐下 随后端上了两杯热腾腾的茶水 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开心地聊得不亦乐乎 也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 时间过得很快 三个小时又过去了 眼看已是晚上的十一点 不早了 也该回家休息了 只见两人很开心地 一同走出茶吧 又一起上了法拉利 阿姨计划把大爷送到家门口后 再返回自己的家 看来大爷的成功几率很大了 车很快就开到了大爷家的附近 大爷该下车了 可谁能料到整个过程都很开心的大爷 怎么下车后就突然哭了 哭得很伤心 而且像个孩子似的哭着回家了 后来才得知 大爷相亲的这位阿姨有52岁 两个儿子都在大城市 有各自的工作也都成了家 有了各自的孩子 剩下这位阿姨和丈夫在县城相依为命 不幸的是 三年前阿姨的丈夫因为一场意外事故 离开人世之后 阿姨就孤苦伶仃地熬过了这漫长的几年 如今他也想通了 往后的日子还长 还不如找个老伴相依为命 偶然间就在网上刷到了大爷征婚的广告 见面后 两人似乎一见钟情 双方对各自的要求都非常的满意 而且都商量好了 下个月请亲友们吃顿饭 让他们一起来好好庆祝庆祝 居然都谈到这个地步了 那为什么大爷下车后会哭得那么伤心呢 原来阿姨开车送大爷回家时 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还没有问大爷 这个问题虽然很偏执 但也很实在 阿姨问 大爷你会开车吗 我找对象必须要会开车的 这样外出旅游时 两个人可以轮流开车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 可难倒了大爷 这位英雄汉大爷 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更别叫他去开法拉利了 再说了 都快七十岁的人了 哪还有这个本事去学车呢 阿姨了解这个情况后 很果断地对大爷说 那咱俩还是算了吧 不介意的话做朋友得了 大爷听到这话后 瞬间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于是下车后 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肆无忌惑地就哭了出来 朋友们 看完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感谢观看